OK,我又拿到了一把车钥匙 这把车钥匙就是那辆蓝色车的 吉利辛瑞 那么我们在看车之前先看一段灯光秀 按一下解锁键之后 它的头灯会有一个交替闪烁的这么一个形式 欢迎我 辛瑞呢,作为CMA品牌的首款吉利的轿车 我呢,也是一个CMA的车主 它呢,给了我非常多熟悉的感觉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 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倒风槽 这个呢,和领克03是完全一样 而且它是通着的啊 是通着的 看见面,是通着的 然后过来呢,就通到轮胎了 它能给刹车起到一个散热 然后也能 就是理顺气流啊 从这里就在保险缸上不会形成乱流 然后呢,到了轮胎这儿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轮胎 怎么熟悉呢 它跟03的规格是完全一样的 二二五四五 二十八 然后轮胎的型号 固特一的Ego F1 完全一样和03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儿啊 这个呢,也是最近网上 传的比较火的一个说法啊 就是这个前门的这个门缝 和这个车轮式之间的距离啊 就是离得比较近的呢 它就是前驱车 但我觉得新锐这个离得并不是特别的近啊 这么呢,这其实就是啊 在前驱车里其实就是一个驾驶舱后移 然后就是偏操控取向的一个设计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的坐姿会在哪呢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车内 进车内呢 其实新锐它有一个叫舒适进入的功能 就是当你只用通电 车子完全通电 然后关上车门 听到了吗 就是这个座椅垫机 其实是在 它是在 就是往前在动 嗯,它就是把座椅 在你开门之后 就往后移 就是给你腾出一个更大的一个下车的一个空间 啊,OK 我们现在去那边看一下 什么是驾驶舱后移 要是就扔车里了啊 来,我们从这边看一下啊 就这边看的就比较明显啊 你看我的整个身体 其实是藏在鼻柱后面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仪表台 啊,是 最靠驾驶员的这个点呢 其实是比较靠外的 看一下它上面 仪表台 就是像窗台的这一块部分 镜身也是比较大 这样的就是一个驾驶舱后移的设计 我们常说的哈 这样的设计呢 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就是这个车的前后的整个配重比 就更平衡了 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担心了啊 就说既然 新锐呢 是一款家轿 那么它驾驶舱后移 车内空间怎么样 好,现在我们现在坐一坐 现在这呢 副驾驶 我们来看一下 腿部空间 它副驾驶的这个手套箱的部分 其实往里收的是比较明显的哈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 腿的这个自然锤放的呃 一个角度哈 给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余量 就是说我现在坐一件调的 呃 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哈 调到我的跟驾驶座一样吧 我以为往后一点点 它腿部是有一拳的一个余量 脚部的空间也是比较充裕的哈 前排的空间就这样 我们现在固定住去看一下后排哈 后排2米8的轴距 它能带来一个怎样的空间体验 来先呢 看一下 然后坐进来 怎么样 一拳两拳两拳多哈 然后它的这个前排的座椅呢 就靠背这还往里窝 空间呢 我觉得 呃 按照轴距来划分的话 好 我们先把它按B级车来讲哈 算宽敞 算不上特别大 啊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形容后排空间 怎么算大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麦腾 对吧 麦腾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它轴距有2米87嘛 然后宽敞呢 其实就是像一般点的B级车 呃 比如说像Camry啊 天籁啊 这些啊 比麦腾那些又要小一点 呃 那如果空间够用呢 够用可能就是A级车了 呃 就比方说可能像轩逸啊 那些又小一点 然后空间呢 空间小就不用说了 像什么Polo啊 那些呢 就是空间比较小了 对吧 毕竟它车也不大 就是我觉得新锐呢 它官方的一个定位 A加级 但是确实空间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 算成B级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 照我的这么 就是试过 看过这么多车 我觉得它是比 比Camry要宽 然后比亚洲龙呢 又小一点 就是介于标准B级的Camry 和B加级的亚洲龙之间的 这么一个后排的空间 啊 然后我们来 看一下啊 这是它的前面的整个内饰的设计 其实刚刚啊 我出去开了一小圈 封闭的园区里开了啊 因为这个车还没出价格 还是落不了牌 园区里开了一小圈 它是有三种驾驶模式 这个也是吉利车型 非常 怎么说呢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 驾驶模式的配置了 就是通过这个扭来调 然后呢 可以通过仪表盘来动 变化 这是舒适 刚刚那个蓝色的是Eco 还有一个 红色的运动 开起来呢 我觉得跟 以往的吉利车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就是底盘 真的很紧 很像一个欧洲车 因为这个汽车园区内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规划 啊 在规划的一个这么一个阶段哈 就是路也比较破损的比较严重啊 就是起伏坑洼 然后有一些坡啊 坎啊 都会经过 底盘给我的表现 我觉得非常满意 很整很紧 但是它又不会像同为CMA的03 那么的硬 就是它整体还是偏向于舒适 调的会比较均衡 第二点就是它动力 在圆区里虽然开不快啊 但是我还是悄悄的调到了运动模式 然后尝试着去调逗了它一下 哎呦 马上我就感觉到害怕了 动力响应非常快 2.0T 发动机190马力 就感觉随时就是紧绷着的 随时叙事待发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又切换到了最柔的一个ECO模式啊 日常开我觉得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在圆区里开不快嘛 更多的就是模拟一个日常的 怎么说呢 小区啊 或者是堵车这么一个路况 我觉得ECO模式开起来挺舒服的啊 并不会像 以前我开过几厘车的ECO模式 那么的油门虚位那么大 我觉得它还是油门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例感 这个就是我觉得CMA带了给新锐带来的这些的改变 OK 然后呢 我们出去外面再讲一讲设计 然后呢 看外观我们来从侧面看哈 呃 新锐其实长度并不算特别的长哈 4米7多 呃 基本上就是擦着这个A级和B级的边哈 你要把它归到B级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呃 整个的外观 我们来看一下啊 车头 其实它的车头的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哈 很饱满 整个车身的侧面的线条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尾 车尾更饱满 哈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排气管 两个双边双边单出哈 但它这个造型特别像什么车 冰力真的很像冰力 这种椭圆形的非常粗壮的一个呃排气管 还是显现出了不错的一个性能哈 然后还有这个看一下啊 这是它的这个后雷达 它是跟这个扩散器坐在了一起 它并没有在这个保险缸上打孔 看见没有 它并没有在保险缸上打孔 它是跟后扩散器坐在一起 这个有一个什么好的 就是它可以识别更低的一个障碍物 啊 但是 只有两颗 不过也够了 还有一个影像 那么既然牌照支架在这儿 尾箱在哪开呢 按了半天 我发现并没有按键 它的尾箱开关在 这儿 Gilly的这个中间这个E这儿 就弹开了 尾箱的近身其实还是蛮大的 宽度也很宽 然后看一下它的座椅 其实是支持一个私流放倒的 啊 就是说它的尾箱也具备一定的延展性 功能性和实用性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然后 OK 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有点溜背的感觉 还是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它设计 还是很能 就是满足大众的一个 OK啊 回到驾驶座呢 就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小体验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开了一小圈 简单的开了一小圈 总体来说就是完全 完完全全是一个欧洲车的感觉 跟以往的吉利真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它又保留了以往吉利比较偏舒适的这么一个设定 然后各方面的体验下来 我觉得它定位定在A加级确实有有一点欺负人的感觉 产品力真的挺强的 算它是一个BG车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后呢 价格啊 还没出 我知道还没出 但之前呢 跟厂家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厂家的朋友问我这个车定价该怎么定 我说同平台的03145万 高配的167万 新锐应该会微微便宜一点吧 结果厂家的朋友告诉我 那可不一定哦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新锐的价格会是多少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产品力而言 弄个十四五万起 就是跟03差不多的价格区间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完完全全撑得起来 它的整个的一个产品力 完完全全撑得起 十四五万起 然后到个167178 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那么 大家觉得新锐价格会是多少呢 感谢观看